其實我想的方式應該差不多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這個路徑 它的位置在哪裡 也就是這個檔案 它到底放在主機的哪個位置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先知道的話 你可以按滑鼓右鍵檢查一下 那你可以觀察一下 每個檔案是不是都放的路徑是一致的 它放的路徑基本上就是在這個 這個總共有幾層路徑 第一層的話是這個資料夾的這個 底下這個名稱其實真的蠻冗長的 而且它的那個以色檔 前面的檔名應該是還蠻冗長 所以如果你要下載它的話 其實基本上路徑主要應該是改這個路徑 這一串 前面應該都一樣 所以這樣如果你要下載的話 其實就是 郵標其實你放在這個位置應該可以看到 看到它的那個 所以路徑的話應該 前面的話還加上那個server名稱 那如果我想知道它的這個檔案 到底放哪裡的話 按滑鼓右鍵你可以把它檢查 那一樣的方式就是你netzwork 那我們一樣在變動之前 先確定這邊是清空的 那比如說我想要抓7月份的話 就點7月按查詢 這邊就出現了嘛 那它丟下來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參數都在這裡啦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Petload裡面呢 就是這一串的 Resource 就是這一串 就是它的那個 傳的參數就躲在這裡 然後它傳回來的東西呢 基本上就在preview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啦 就這一串啦 它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Json的一個 一個格式 那底下的話其實你看 這一個 如果你這樣看比較 比較覺得太麻煩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到那個 Json Editor 那或者是你可以從這邊展開也可以 其實猜應該可以猜出來 Data應該在這一層 這個key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展開來之後 你可以發現喔 它總共有幾個檔 總共21個吧 應該編號從0開始 然後它的放資料的方法一定都是 怎麼樣 這個中瓜弧是一個串列 所以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就放兩個資料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哪一 哪一個日期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就放它 它檔案放的位置 所以你前面可能要再串一下 它主機位置喔 然後呢 在資料夾 就可以把這個檔給抓下來 不過這個可能 要實作 可能要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吧 如果實在是沒有更好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問一下ChargeGPT 看看能把這個路徑丟給它 那請它幫你 看能不能寫出一個 大概的一個 一個層次啦 你就再修改看看 不過 這個可能要試一下 好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想我們 我把它記下來 好了 也許再花一點時間 這可能要 實作看看 OK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這一題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 所以喔 這道理一樣 所以 你們可以發現 Jason這個格式 現在越來越重要 因為之後的資料呢 假如你沒有辦法把這個資料 給抓回來的話 那真的你就沒有辦法再做 後續的延伸 那我們剛剛那一題的話 就是交易資訊 所以剛剛這個是在 這個產品與服務 那ETF吧 ETF的這個商品資訊這邊 商品資訊的 是哪一個 上市 這個 ETN 這個嘛 相關ETN ETF 不是 這個ETF 看錯了 應該是這個嘛 然後 ETF 在這裡啦 這個嘛 那 再來 總染這個嗎 商品資訊 商品資訊 OK 然後呢 這個 OK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記下來 回去的話 如果有時間 各位可以試試看吧 如果可以把這個 所有檔案都抓下來的話 那應該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煩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就是 每日收盤行情 所以同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假設希望知道說 哪一天的 查詢之前 記得按滑郵右鍵檢查 那檢查的話 一樣啦 反正Network 這個可能多做幾次 應該慢慢就熟悉了 它預設裡面如果有東西 記得把它清掉 然後按下送出 這邊就有一串 那如果這一串 我們假設用的是POSE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 它給的資料又不一樣 所以 preview裡面 那 以這個來看好了 如果我們 以 它給我們這些資料 如果我要實做的話 那我應該該怎麼做 那我在雲端上面其實有稍微整理了一下 應該是在這裡 OK 第四頁的地方 如果我把它改成POSE的方式 來抓取資料 那因為它的引述有被隱藏 所以我可以用剛剛的方法把它 先找到它的參數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其實比較麻煩 可能要分幾個階段完成 第一個階段的話 就是要先把主機回應的 這個資料先抓 也就是先抓什麼 抓這個裡面的JSON 把這個JSON 先抓下來看看好了 所以我先第一階段 先把這個資料先抓下來 那怎麼抓呢 當然我們這邊會先用到 幾個物件 第一個物件的話 就是用HTTP 也就是利用它呢 可以把Server丟給我的東西 先把它抓下來 OK 第一個 那 這個底下這個HTML 應該暫時用不到 所以主要是靠它 然後呢 如果假設我希望把抓下來的東西 先放A1好了 我先確定有沒有辦法抓成功 我們先第一個step 把它Ctrl-C好了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先貼到我的 這邊好了 我看我剛剛有貼過 是不是這一串 把這個貼上好了 OK 不過網址的話 就這一段 如果你們要重貼也OK 就是 剛剛的這個Post的話呢 它的網址一樣貼 後面一樣加個問號 再把它參數把它貼過來 那我們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它執行 假設這一段程式嘛 我希望 看能不能先把那個 它丟給我的那個Json 能不能顯示在A1 先把A1拉寬一點好了 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 把剛剛的那個Json 丟到A1看看 執行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得到的就是這一串 那再來 當然第一個step有了 那第二個step就是怎樣 把它丟下來這一串怎麼樣 我需要再做解析 所以解析的話 你會發現 哇 它這個 裡面給的東西 又是一個大瓜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剛剛講的這一段程式嘛 會是在雲端白板的第六頁的地方 你們找一下 先把資料先放在A1裡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看到 有資料先放 但是這個資料的話呢 如果我要解析 那當然我可以把它抓下來的資料 先用那個JsonEdit 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貼過來之後呢 那我發現它的資料 基本上就放在那個Key裡面 叫Data7裡面 總共的話呢 看得出來 剛好裡面有十幾個 十六 等於0到16 那分別就是 裡面我要的資料 那其實也就是把這個Data7裡面的資料 逐一逐一的抓回來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就利用之前講的方式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個底下加上一些 就是得到的剛剛那些 這個Json資料之後 那一樣我們用那個 就是方法2啦 因為方法2的話 不用再另外匯入那個模組 然後呢 所以我們利用什麼 兩個物件 一個叫HTML File 一個叫做Parents Window 然後利用Parents Window一樣 就把就是 剛剛的這個Json的檔案 我們把它直接就是Execute出去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實際上的Json的一個物件 然後呢有沒有 就把這個物件做解析就OK了 那怎麼樣做解析呢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跑個回圈 然後回圈裡面的話 我們主要是抓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個Data7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Data7有沒有 直接呢 在這個Json物件後面加點 點的話實際上就等於是它的下一層 OK 這個物件裡面的這一層 然後點lex的話呢 指的就是它裡面有幾個 裡面當然呢 它的編號從0 好像底下剛剛看到是到第16嘛 OK 所以等於是這個地方的話 總共有17個 把這17個資料呢 分別 在通通怎麼樣 抓到這個我們的 Execute裡面去把它做輸出啦 所以這個地方是跑個回圈 然後我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之後的話 那抓的時候呢 我先沒有做分割 所以理論上 抓到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全部都串一起 中間其實就是用這個豆點分割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執行之後的話 看到結果應該就可以 把它輸出一下 紫星 OK 那你可以看到 就這些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上面的欄位名稱 我是覺得這個欄位名稱比較簡單 因為上面的欄位名稱實際上就是四個欄位 這個其實指的就是這四個啦 OK 成交統計 成交金額 股數啦 這個可以自己補上 我覺得這比較簡單 就不特別另外的額外抓了 然後呢 資料就再把它分割之後 其實就可以 變成在網路上看到這個表格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我把剛剛 這一段程式 一樣放在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找到第六頁的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哦 好 驅一下哦 谢谢观看